来自南方都市报播报 据最新一期《地球与行星科学通讯》刊发的论文 美国宇航局一个科研团队发现 月球地壳深处铁和钛的含量远高于地球 南加州大学的艾萨姆·赫迪博士表示 这一发现对长久以来的月球成因假说产生了质疑 该假说认为 45亿年前一颗火星大小的行星撞击地球 残骸形成了月球 而如果月球真的是地球被撞出的残骸形成的 那么二者的金属含量应该大致相当 贺吉博士表示 深入了解月球的成因 乃至于了解太阳系中200多颗卫星的成因 对于深入了解行星的成因很有帮助 科研团队将继续探索月球南半球 分析其地球深处的金属含量情况